你听听这个关节的声音 再看看这个蜘蛛侠的真人头 它的眼球居然都是可动的 这你受得了吗 Hello 欢迎收看陶哥测评 那本期我们给大家带来的 就是HOTOS与近期推出的蜘蛛侠新红蓝战役 那该套战役呢 登场于电影蜘蛛侠英雄无归的结尾 出场时间很短 以至于看电影的时候 我都没能看清楚这套战役的全貌 另外呢 本套战役也是由荷兰蒂亲手缝制的 并未借助史塔克的科技 所以某种意义上呢 也代表了角色的成长 荷兰虫终于能独当一面了 不容易啊 那本品呢 也是分为了普通版和豪华版两种发售方式 我手上这盒是豪华版 至于和普通版的区别是什么 后面再跟大家细聊啊 那总之这款产品呢 本身关价就不便宜 更别说豪华版呢 从出货开始价格就一路飞涨 所以它的素质表现 能否对得起如此高昂的现货价格呢 那我们废话少说 让本期测评给你答案吧 主体方面我们拿出英雄贵来的科技战衣 和英雄无归的融合战衣进行对比 那这三款蜘蛛侠 你更喜欢哪套战衣的造型设计呢 可以在评论或者弹幕里面说一下 反正我个人的话呢 还是比较喜欢科技战衣的啊 那么看回本次的新红烂战衣 不难发现呢 依旧是延续了蜘蛛侠经典的造型设计 但毕竟在局部细节方面 相比科技战衣来说也有所精简 所以整体看上去外观会相对的简洁一点 那新设计的蜘蛛logo呢 我倒是挺喜欢的 看起来会更霸气一些 而本套战衣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蓝色部分采用了更具金属质感的面料 而且测经看的话呢 表面的纹路啊 也有很好的还原出来 这部分的细节表现还算是不错 但是后腰处的这一条红色面料 明显感觉歪了 那整体的做工呢 我觉得还有提升空间 另外新红蓝战衣的蓝色面料 摸上去会有点发黏 所以平时保存的话一定要注意防尘 要不然这个部分还是蛮容易沾染灰尘的 头雕方面的问题呢 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这次的脖子是单独做了分件的 所以这个部分呢 不可避免的会有到接合缝 那相比之前两款蜘蛛下产品来说 从正面来看 新红蓝战衣会有点破绽 但是从侧面看的话呢 外观的一体性还是有所提升的 但不知道是不是格力的中奖啊 我手上这只脖子的纹路是对不起的啊 真是逼死强迫阵的节奏啊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新红蓝战衣的头顶缝线 是延伸到了头雕的正面 那不太美观 这也是完美的继承了之前科技战衣的毛病 其实融合战衣的头顶缝线 明明是有所改进的 从正面几乎看不到啊 不知道后出的新红蓝战衣 为什么要给改回去了 顺带一提 因为在脚底方面 沿用了之前融合战衣的零件 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呢 本品并不算是百分百新规的产品啊 我猜这是弹幕里面 应该又有人刷脚灯了吧 总之呢 这款新红蓝战衣蜘蛛牌的外观表现 能打几分呢 可以说说看啊 可动性方面 官方介绍说 本品内置了30个可动关节 实际把玩起来呢 我感觉内部的素体设计 和之前的融合战衣都差不多 那战衣表面的高弹性面料呢 对可动性会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并不大 同时部分关节 还用到了齿轮机构 来增强整体的关节保持力度 所以也几乎不会出现 关节回弹的情况 那总之可动方面呢 相较于之前的一些 HT蜘蛛牌产品来说 没有太大的变化 这个关节的活动幅度 满足日常把玩肯定是没问题了 摆出个标准的杂地pose呢 自然也是不在话下的 但如果你长时间 以这种大幅度的pose 进行摆放展示的话呢 战衣表面还是会容易出现 不可修复的褶皱 这个部分呢 平时把玩的时候 还需要多注意一下 配件方面不算很多 但是该给的也基本都给了 替换手呢 算上主体的握拳手 一共是5对 基本上来说 各种蜘蛛牌的 惯用手型都有给到 还算是够用 那安装起来呢 也就是简单的插拔 没啥好说的 替换眼睛 则是额外的给了三对 都是磁吸的连接方式 换上去后呢 就能再现眼睛的 不同的状态 这个和之前的蜘蛛牌 也都差不多啊 蛛丝的话 就更是毫无新意了 两长两短 再加上两个特殊造型的 蛛丝零件 另外呢 还有一个张开的 蛛网造型件 可以和蛛丝的头部 进行组合 那要安装蛛丝的话 需要拆下 对应的造型手心的零件 然后呢 再换上相应的蛛丝连接件 就可以将各种形态的蛛丝 给它安装上去了 而这两个特殊造型的蛛丝呢 则是需要用到 这个专用的手心零件 来进行握持的 但可惜的是 只给了左手的 而没有右手的 然后单独的面罩零件 也有附属啊 乍看之下 和之前融合战役里面的差不多 但仔细看的话 上面的纹路细节 还是有区别的 这个面罩呢 也可以通过专用的 优手零件来进行握持 而要说 这次配件中最大的亮点 莫过于这颗 全新的真人头雕了 对比起之前的 荷兰蒂真人头来说 这次星红蓝战役里面的 真人头 可谓是全方面的碾压 首先象征度极高 完全可以说是 HT有史以来 最强的荷兰虫真人头了 而且面部的皮肤 纹理细节呢 也得到了很好的保留 并未出现 之前产品那种 美颜磨皮的情况 满分十分的话 这颗头我能打9.5分 真的是很不错的 而且这次还搭载了 可动眼球机构 拆下脖子后呢 通过这个专用的 透明零件 就可以控制眼球的活动了 可以说可动眼的加入 瞬间让这颗头雕 活了过来 真人头的替换 也就是简单的插拔 这个倒没什么好说的 不过这次是连脖子一起换的 所以说真人头雕的脖子呢 终于可以裸露出来一部分了 相比较于 之前的荷兰虫产品来说 这个设计呢 还是很还原的 值得点赞 只不过头雕 在安插脖子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 一定要听到咔的一声 才是安插到位了 要不然装不到位的话呢 就很容易出现 脖子过长的情况 最后如果你买的是豪华版的话 地台会从普通的规格 给换成这个情景的地台 那地台本身呢 是参考了结尾 新红蓝战衣登场时的场景 整体呢 是很好的在线了 楼房房顶的造型 而且因为是冬天啊 所以表面还覆盖了 一层厚厚的积雪 同时玻璃部分呢 也用到了透明零件来进行还原 不过这个地台 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远看还可以 但凑近细小的话 还是会感觉部分细节有点肉 这也算是HT情影地台的 一个通病了 在后侧呢 可以装上蛇形软管支柱 上方的夹子呢 用来固定本体 那虽然说细节还有进步空间 不过这个情影地台 搭配上猪霞一同展示 远观的话 效果还算不错啊 那考虑到豪华版和普通版的 唯一区别就是地台了 所以如果不是很喜欢 这个情影地台的话 那相信普通版的会更适合你 总而来说 这款新红蓝战役 最大的卖点 就是全新的真人头了 而除此之外呢 其他方面玩起来 都和之前的蜘蛛侠产品 没多大区别 再加上因为电影登场时间极短 所以也没什么配件好附属的 整体的可玩性 我觉得是不如之前的 融合战役来的高 但怎奈新红蓝帅啊 对不对 所以如果喜欢这个战役造型的 还是可以考虑 不过目前2G市场的 现货价格呢 有些贵 错过预定的话 以目前这个价格吃线 的确是会有些肉疼 那你觉得本品的素质表现 能否对得起 它目前的价位呢 也可以留言 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 OK 本期节目就是这样 喜欢视频 记得关注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